在部落战和联赛中 很多时候都能匹配到比自己等级高的玩家 秉着哪怕黑三也要用三星的打法 这次13本之间面对满方14本 在各方面数据完全被压制的情况下 只能用上限高的单位去博弈 在分析完阵型后 最终敲定天狱矿工 配合投石车去攻破 天狱体系 矿工 投石车都是上限较高的单位 但需要精密的计算 所以大致打法是 投石车清理5点到6点防御建筑 装载三个女巫进行收尾 考虑到对方飞盾战神 在残局阶段的震慑力 顾选择女巫 天狱清理天狱火炮周围所有建筑 男王清理上方外侧建筑 矿工两点进攻 开始 两气球配合一只亡灵处理加农炮 随后布置投石车 气球配合一只亡灵处理排击炮 上方超炸开墙失败 先布置天狱节约时间 右侧法师清边防止女王走偏 超炸再次开墙 狂暴提前覆盖天狱 冰冻覆盖对方女王 保证自身女王一半以上生命值 防止猝死 镜头拉远 同时观察下方投石车情况 气球象征性探索黑雷 双方再补一个气球 把加农炮处理掉 狂暴继续覆盖天狱 被对方男王锁定后 直接开技能 双方几方男王开始清边 提前给女王布置最后一发狂暴法术 矿工勇王飞盾战神同时下 飞盾战神被援军锁定 勇王开启无敌 矿工进入大本营射程 治疗覆盖 触发多个巨型炸弹后 再次覆盖治疗法术 最后受尾 但由于时间关系 最终敲顶95%的摧毁率 原本可以达出一次不错的素材 但实际永远比理论更为残酷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 就好比13本去攻打14本一样 克服了重重困难后 最终倒在了终点前方 功亏一篑 不过人类能爬到食物链顶端 依靠的是智慧 勇气和毅力 困难是固定的 而我们可以不断地成长 就好比13本成长至14本 回望过去失败的经历 例如女王面对援军时候 毒药或许比冰冻更好等等 一个地方可以倒下很多次 但只要不断尝试 终究会成功 新的一年 也希望各位小伙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